東北角地區因為東北季風加上濕冷 低溫下探13度左右 最低溫更是測得6度 瑞芳區公所已經啟動防寒同保機制 由各里里長及志工協助關懷仿視獨居老人 區公所也呼籲民眾要加強保暖 還有注意熱水器的使用 那這邊也在此呼籲 那我們現在因為比較低溫 那也要注意一下我們伊陽花棧中毒的部分 那如果有在洗澡的部分 門窗一定要保持通風暢通的狀況 避免伊陽化碳的中毒 瑞芳地區長者居多 尤其是獨居老人在沒有家人的照料下 更容易發生意外 因此區公所會請里長和志工不定時的居家探訪 如果有需要任何遇寒物資 公所的食物銀行也會適時供應 冷氣團 然後我們瑞芳甚至出現了6度左右的低溫 那我們公所這邊 我們看如果說是大雨的部分 因為我們瑞芳區 如果說那個每小時降雨超過60mm的話 我們就會成立那個三級的應變中心 那低溫的部分 我們就是會啟動關懷我們獨居老人 跟我們弱勢的部分 我們會電話關懷房市 然後如果真的直度以下 我們會送軟軟包還有一些物資 然後讓我們那個比較弱勢的民眾 能夠有一個比較安全然後無魚的一個環境 區公所主民表示 寒流期間由於室內外溫差大 有高血壓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導致中風 建議天氣冷時盡量少出門 就算要外出也要多穿保暖衣物 另外瑞芳大雨下不停 也會隨時注意雨水監控行刑 為防止大雨沖刷帶來的弱勢 山區也會加強巡視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九成威瑞芳採訪報導